1月12日,记者从山西省晋中市卫健委了解到,当地卫健及疾控部门昨夜已对两名无症状感染者所在的高村等重点区域全员开展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全部为阴性。 当天上午,中心社记者探访高村疫情防控现场。 目前,当地已对重点区域实施封闭管控,居民不得外出。 记者看到,在高村等重点区域内及附近的商店、超市均处于关闭状态。 在该村入村口,当地设立了检测站。 公安、村干部、卫健及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在检测站对近村人员进行登记及相关检查。 村内,工作人员进行全村的消杀工作,并对两名无症状感染者租住地及到访场所进行中末消杀。 他们派人过来来我们现场合算检测。 这个供应之前,我们得联系好这个大型的这个菜店呀,这些食品店,就是给大家村里头,微信村里头发了这个那啥,村里头发了就是大家需要什么在村里头报,需要什么,完了我们给你们配送好,给你们送去。 据山西省卫健委12日早通报,1月11日零时至24时,山西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三例,其中波兰输入一例,近中市于次区两例。 据悉,于次区的两名无症状感染者已于11日送近中市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当天17时转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治。 18位密切接触人员已送至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 目前,当地卫健及疾控部门已连夜对重点区域的6981名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之后我们再就计较隔离7天嘛,7天以后我们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据介绍,此后,当地卫健及疾控部门将根据专家研判和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需要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